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呢? 我们一起分享 有一位太太她家里有些东西要装修 请了一位师傅来跟她做装修 游过了墙 这位师傅一进来 就见到原来这位太太的老公 这间屋的主人是盲的 伤目失明 他就立刻表现出很同情很怜悯这位屋主 但这位男主人就非常开朗 乐观 所以这位游七师傅在这做了几天 有谈有讲 大家谈到很投计 这位师傅从来没有提过 在她面前没有提过 在她面前没有提过 这个男主人有生理缺陷 好了 功夫做完了 就收钱了 拿张单给那位太太 太太一接过来一看 她说 咦 咦 便宜那么多 我们初初说的价钱是贵很多的 她就问 师傅你有没有计错 为什么你计少那么多 其实呢 师傅就说 哎呀 是呀 跟你老公一起 我觉得很开心 他令到我觉得我自己的情况都不是最坏 所以我便减去一部分 当是我多谢她 因为她令到我将做这些事情 不觉得太过辛苦 咦 哎呀 太太 现在才留意到呢 原来这个师傅只是看一只手而已 她就很感动 哭了 这故事令你想起什么呢 它令我常常想起 其实有一句话很重要的 我经常听 经常想 这个故事就令我想起了 原来真的是这样的 attitude is everything 态度 决定一切 我们去请人 去面试 去选择人的时候 第一就是选择态度 她懂得做多少事 她过往有多少成就 不是最重要的 是她的态度最重要 人生观可以改态度 原来可以改的 环境无法改变 但是心境就可以改变了 虽然我们无法调整环境 去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态度 我会适应这个环境的态度就决定我们的命运 譬如 知足的那些人 知足的 都是看到原来那些穷人是很惨的 不知足的那些人就经常看到那些有钱人 好自身生活得几开心 最大的幸福不是得到多少事 而是多谢 最好的财富不是钱 而是健康 最多的自由不是拥有 而是放低 其实我们真的很幸福 其实我们真的很幸福 能够给多些人 自己会得到更加多的快乐 可能我们无办法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伟大的事 但是我们可以带着很伟大的爱 做很多很小的事 最重要是深存感恩 这个态度令到我们成功 令我们幸福 我很感恩 有这么多高人 才提醒我一些事 这个故事 也都是再提醒我一次 不知你们收不收到 收到多少呢 多谢收看 传给其他人看 拜拜